一早 台中禁司堂相机志工们开始忙碌 陈寅光 李安居两夫妻很有默契 一个切菜备料 另一个握锅铲掌厨 两人原本吃婚 开小吃店卖火鸡肉饭 但加入慈济后 陈寅光决定全家如素 一开始 丈夫小孩都不适应 但坚持之下有了改变 做这种生意在家里 在家里好像都好像很吵吵闹闹闹的感觉 然后我心里上也不舒服 一缆结缆就收起来了 也没有想那么多 奢起小吃摊改卖佛教文物与素食 现在夫妻齐心当相机志工 用美味蔬食与人结缘 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料理 都能轻松掌握 一双曾经料理昏食的手 现在满是饭菜箱 大家新闻来北宣国际中 台中报道